好哈喽同学们大家好啊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技术专题的一个分享啊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DDoS网络攻击的原理是什么 那DDoS呢其实它叫什么 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产生大量的数据流量去发给你 毒死你 让你没有办法给正常的用户提供服务 这个叫DDoS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提到Ping呢 是因为DDoS网络攻击的那个最早期的阶段就是Ping 叫Ping 你看这个Ping在当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工具叫 叫死亡之Ping 就是说用那个软件不断的给你发Ping包 每个Ping包还挺大的 那我一个人发没什么威力对吧 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十万个人给你发Ping包 那你这个服务器不就毒死了吗 那其他的如果正常的用户去访问请求的话 你是不是你这个服务器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提供这个请求服务呀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叫DDoS网络攻击 那不过现在的这个DDoS呢 也不太省Ping啊 因为这个Ping的效率呢 发包的速度呢 和包的大小呢 相对的都有一些局限性啊 都有一些限制 现在都叫UDP洪水攻击 也就是说你要再次遭到这个DDoS攻击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以这个大量的都是UDP数据 然后呢这个导致呢你这个带宽遭受到严重的一个拥堵 从而呢无法提供正常的一个服务 那么DDoS攻击在现在项目中很常见 尤其在IDC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数据中心里边 非常的常见 你经常都可以遇得到 那后面我再给你们分享以及这个DDoS怎么去做防御 行那咱们本期的这个内容就讲到这儿 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技术点想了解的可以私信我 或者联系我的小助理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